很多同学敲完很久的自然发音单元终于要来啰 这支影片要教大家母音A的常见发音以及常见拼法 当看到母音A的时候最常见的有这两种发音 长音A和短音的A 那么要熟练这两个音哦 首先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要能够在句子里面听得到 听懂对不对 所以第一步骤我想要先念一本以前呢 我的小孩子很喜欢那本绘本 这个步骤是要先帮你把耳朵打开 不要太受视觉的印象 其实就有点像是小婴儿刚开始学讲话之前 不是都先大量的听别人讲话 才能更熟悉这个语言吗 所以哦等一下的文字部分 我会先打个马赛克 你们打开耳朵听听看 然后呢欣赏这本书里面可爱的绘图好吗 这本呢叫做I really want the cake 这本书的故事就是在讲这个小女生 很想要吃她妈妈放在家里的那个蛋糕 可是妈妈出门前千交代万交代说 不可以把那个蛋糕吃掉 所以呢这个整个故事就是她心路历程 就是我要忍住不能吃那个蛋糕 可是心里又控制不住 那我今天呢就先念这其中一小段 那大家来听听看哦 好吗 I'd be a fool to disobey To eat the cake is not okay And maybe if I go away I might forget the cake I'm really trying to be strong To eat it would be very wrong I've wanted it for so so long I must forget the cake That thought has made me rather glum And all I want is one small crumb I might ignore the note from mom I'm going back for cake It's still there waiting Nicely placed for me to have a little taste To leave it would be such a waste I'll only lick the cake 现在哦 我们要再听一次 同时我会把书中出现的 这个长音A的字都标注起来 在看文字的同时哦 注意我发这些字的嘴型 好不好 来哦 我再念一次 I'd be a fool to disobey To eat the cake is not okay And maybe if I go away I might forget the cake I'm really trying to be strong To eat it would be very wrong I've wanted it for so so long I must forget the cake That thought has made me rather glum And all I want is one small crumb I might ignore the note from mom I'm going back for cake It's still there waiting Nicely placed for me to have a little taste To leave it would be such a waste I'll only lick the cake 来 我帮大家分一下类 每一个值的这个列 都是同一个发音的法则 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列这个地方 Cake make 下面括号的这个made 是在书里面的用法的实态 那它是过去式 我同样把它标注在上面一起练习 好不好 make made place placed 来 这三个字哦 有没有哪些相似的地方 可以归类成一个法则的 有没有 来告诉我 它们同样都有 A 然后中间卡一个字音 然后配上E 对不对 有没有 这个呢 我都会说这个E啊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magic letter 它有魔法哦 它的魔法呢 就是可以让它前面的那个A 碰上 中间如果夹类一个子音的话呢 可以让它变成是长音的A OK 这个就是这个magic letter E 有的魔法 所以你看哦 cake嘛 再来 make 是不是中间卡了一个子音K 对不对 make 再来 place 中间是一个C的音 所以呢 place place 一样哦 右边这一列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taste and waste 一样 哪边很像 这里很像 有没有 你看它也是A 配上E 只不过中间多了几个字 比较拥挤一点哦 但是呢 这个st 我们就 我是有点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把它看过去的概念啦 因为 反正它也没有发什么实际的音在里面 就是st的音嘛 所以呢 其实 我也把它归类成 其实是A 配上E的这个 这个长音A 的拼音法则 来 我们一起练习一词哦 taste and waste OK 来 再来往右边这一列 就是不一样的法则咯 OK 跟maybe 还有away 来 哪边 有一样的地方 告诉我好不好 在 这里 有没有 这个ay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ey 它其实最后面这个字 disabay disabay 然后我是把它分类在一起来 因为你不觉得它其实就长得还蛮像的啊 用法还蛮像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一起把它记起来 可以吗 disabay 这边书里面只有出现一个字 对不对 其实还有很多也是结尾 ey是发a的音哦 比如说 they they are my parents 对不对 they 或者是gray 那个灰色 那个gray or survey 对不对 都是结尾 是ey发a的单字哦 所以呢 这个又是另一个a的拼音法则咯 最后最右边这一列 wait 只有一个单字 但是可以告诉我 应该是对应到哪一个拼音是发a呢 是 这边 ai 对不对 wait 我再给你们多其他的 同样这个拼音法则的单字好不好 比如说 train rain and brain 都是 ey的音 来 这些呢 就是最常出现是发a的方式咯 那发音呢 怎么样可以把它发好发满发好听呢 刚刚有没有注意到我的嘴型 都有一个这个 e 这个微笑的嘴型 对不对 所以注意哦 要发这个音的时候 你的两边嘴角 只要稍微用力一下 变成这样 ey 这样加下来的感觉 而且哦 你仔细听这个长音 ey 它其实有两个部分 它的开头是 e 开头 然后 e 结尾 很重要哦 因为呢 你听 ey ey 有没有 ey 很多人哦 他们发的比较不好听的原因 是因为没有那个意的微音 比如说 都会说 what's your name 是不是name 你看哦 它的name的问题是 没有意下来 name是 e的音 要name 是不是 e OK吗 所以大家试试看好不好 name 还有这边 cake 有没有 e下来 cake OK make 跟place 这个读音哦 这个读音哦 还有另一个我觉得也会是比较难掌握的地方 就是当它前面或是后面都加了读音的时候 那个嘴型的确比较容易散掉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away好了 away 前面是不是先 woo的音 woo它是一个把你嘴型说到最小的大小 对不对 可是呢 如果你的后面的后面 a的时候 嘴型如果没有再把它打开的话 就比较难发出一个漂亮的a的音 就会变成像这样子 away disabay OK maybe 所以大家常常嘴型太小的时候 我都会很想说嘴巴打开一点好吗 这样子你练习才会练到真正的点 OK 练到你要的嘴型 所以试试看好不好 away 一样嘴巴 away away disabay 或是taste or waste 然后还有name 其实也还蛮难念的 试着把嘴巴再打开一点点好不好 name 然后想着 a e e 结尾 name name 嘴巴把它打开 其实这个音就会发的比较好听 比较容易发咯 试试看 好吧 那这些哦 就是比较常出现 而且比较不会有例外的拼音法则 那一定会有人问说 还有其他法则吗 当然有啊 比如说 ei 或者是eigh 或是aigh 但是哦 这些比较少出现 而且 之后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出一支影片 就是要教你们如何面对这些大大小小 很多的这些拼音规则 全部都要背吗 全部背起来很可怕耶 然后呢 中间还有一堆例外的情况 呃 现在哦 我想要讲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 几乎所有在教自然拼音的书上 都一定有类似这样子的表格 网路上有一堆 甚至比我的更完整 但是大家还是常常觉得很难记下来 或是记了这个 然后忘了那个 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哦 要学会自然拼音 不是在看哪本书写的最好 而是呢 到底怎么样学才不会忘 第一个撇步 在上一支的影片哦 是不是有告诉大家 利用肌肉记忆 帮你去练发音 练口说的流畅度 怎么样让肌肉帮你记忆呢 或是要练到多扎实 在这支影片里面都有提到哦 我这里就不再多讲一次了 请大家一定一定要去看那支影片 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要告诉大家 所以记得哦 学英文哦 不是单纯去比谁的脑力记得比较多 OK 要善用其他的肌肉 或是一些感官 一些感受帮你去记忆 OK 再来第二个撇步 也是要说的是 之前的影片一直提到的 就是英文它不是一个学科 它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你把学的东西要融入在生活当中 或是自己编一个情境 这样子英文才有意义 才能够时时刻刻都想得到 所以呢 这几个长音A的单子 要怎么跟生活连接在一起呢 来哦 首先呢 这几个单子 是不是都从这个故事里面 找出来的对不对 这个小女孩很想吃这个蛋糕 所以呢 你就可以想想哦 你的生活当中 什么时候会有蛋糕呢 生日蛋糕 对不对 A birthday cake 所以哦 在练习cake的时候呢 也可以试着 一起把这个 A birthday cake 放进你的脑袋 单字库里面 一起练手 然后一起练到 你的肌肉记忆里面 好不好 A birthday cake A birthday cake 也就是说哦 不要把单字 就真的当单一一个字 而是搭配成字词 或是一个语句 让它发挥实质的意义 有了意义之后 当你反复练习的时候 才能够加入 你对于这个字的感受 或是搭配情境 帮你去记忆 另外哦 搭配成字词 其实也有点像是 之前有讲到愉快的概念 对不对 就是这支影片有提到的哦 愉快是能够准确 流利 快速的产出语言的 一个很好的方式 比如说就拿 OK为例子好了 记OK的时候呢 因为很简单嘛 所以我真的会强烈的 建议大家说 有哪些句子 很常搭配OK 比如说 That's OK 常常会用在 别人可能跟你讲 I'm so sorry I forgot to return your book or I forgot to bring bring something for you That's OK It doesn't matter That's OK 是不是 常常是用在 别人跟你道歉 然后你说 没关系啦 的这个情景 That's OK 所以呢 你看哦 在练这句话的时候 练到了OK 还可以再复习一下 之前讲到那个连音 有没有哦 用音的方式去记这句话哦 That's OK That's OK 或者是呢 Wait Wait for me 等我一下哦 Wait for me 或者是呢 Wait a minute or wait a second or wait a moment OK 所以呢 试着把它延伸到一个字词 一个语句里面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能会想说 哦 我光练一个读音 就已经够累了 然后你现在还要再想语意 然后搭配成字词 练这么多哦 但是哦 你要想 既然 你都已经花时间 去练这个字的读音了 那为什么不再多 花个几秒钟的时间 把这个字的意思 然后搭配成一个用法 或者一个情境 学起来 不是很一举两得吗 长远来看哦 长远来看 其实是会大大帮助你 口说流畅度的 因为 记这个字的时候 你是以一个词语 甚至是一句话的单位来记的 之后当要用在一个句子里面的时候 自然会比 你去一个字 一个字 慢慢去拼凑起来 还来得要快的 很多 很多哦 再来是短音啊 还记得这个音吗 要听得出来哦 所以一样哦 我再念一次这个故事 大家把专注度 放在 找短音的 at上面 好不好 哇 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字母A真的是无所不在耶 但是并不是一定都是发 at的音 所以的确有点令人难以捉摸 不过呢 它单独出现的时候 最基本 at的读音 一定要知道哦 首先 我们先确定这个音要怎么发 来 听发音 看我的嘴型哦 at at 我自己是觉得啦 有点像是你吃东西的时候 不闭嘴巴 就是这样 这样吃的感觉 所以你嘴巴是张大的哦 然后呢 同时两边嘴角 是要稍微用一点力气的 这样 at 就会是at的读音了 ok 这样 at at 来 单独的读音哦 有点难抓 我觉得要带入单字比较好练 然后呢 要记得哦 不管前后搭配什么词音 都要守住这个at的位置 ok 来 看一下哦 and back that has rather 只单独念一个单字 其实有点无聊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 刚刚说的哦 搭配字词 然后运用到生活的情境中 还记得吗 刚刚的故事里哦 用到那个back的句子哦 是 I'm going back for cake 来 我们就来看这句话好不好 I'm going back for cake 的go back 这个go back 其实是超级常用在生活当中的哦 也很好自己照样照句啦 比如说呢 It's late I'm going back home I'm going back home 或者是呢 Do you want to go back to my place 这句话啊 如果是不认识 或是不熟的男生 问女生的话 女生 千万不要回应 千万不要跟他走 好不好 因为这句话是要讲说 诶 不要跟我回家 这样子啊 要不要去我住的地方啊 或者是呢 Wanna get out of here No 不要跟着走 保护自己 OK 来 再来哦 我们再来练一个that 好不好 that 这个that 超常用的啊 比如说 今天你跟别人分享说 诶 我有一个新的计划 I want to take up running Wow That's great That's amazing 就是表达你支持他 或是你很开心听到他有这样子的想法 OK That's great 直接去把它搭配成一个很常用的生活观用句 说老实话哦 要教拼音规则或者是发音的方式哦 其实几分钟就教完了 其实真的不难 有很多教学书或是网络的资源哦 也超级多的 但我觉得最难最难的就是哦 大家要克服在练习过程当中这些无趣 或甚至是还蛮厌烦的时候 而有太多太多人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放弃了 很可惜 如果你有陪小孩子成长的经验的话 一定都曾经有陪小孩 就是看小孩 一刚开始自己试着读故事书的那个时候 哇塞 那个时候真的是用乌龟的速度在读耶 而且搞不好五个字哦 就错两个字或三个字 然后那时候我还要在旁边 我很有耐心 然后不能错他的锐气哦 然后还一直纠正他 陪他这样子练习 可是呢 他一个月两个月或甚至是一学期后 他会越读越好 越读越快 所以你想想看哦 就连小孩子在学校这么密集的接触注音符号 而且还是讲自己的母语耶 他都要花这么久时间了 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给自己足够的时间 还有犯错的机会 一次一次的慢慢练习呢 所以哦 记住哦 不要觉得把自然发音的这个教学书哦 从头背到尾 就会让你看到每个字都会都知道怎么读了 拜托千万不要这么做好不好 一来呢 这非常无聊 二来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因为英文自由充满太多太多的不规则 或是例外的情况 而且呢 就像我说的第三 要回到我一直说的哦 要实际运用到生活当中 你才会有意义啊 也会更好玩 所以多看一些其他有趣的初级阅读素材 或者是小孩子的绘本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慢慢去增加你对于拼音的熟悉度 以及经验值 那下一支影片哦 我会继续教其他的母音 EIOU 然后还有讨论一个 我觉得更重要的 就是这么多的拼音规则 都要背吗 然后呢 有这么多的例外状况 怎么记才会比较好 怎么去学呢 会欠大家很多影片 我知道 或者是 你们也可以留言在下方 好不好 悄悄晚 让我知道你最想要学哪一方面的发音 我会分阶段的分享 所以呢 大家不要忘记订阅频道 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咯 下一次再陪大家一起练英文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